历史上突然消失的三个人,至今没人找到,他们到底去了哪里,由于古代史书记述的不完整,所以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未解之谜,将他要说的就是在历史上莫名其妙消失的三人,史书上对于他之后究竟去往何处毫无记载,就像使人间蒸发一样,并且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,他们的去向时至今日依旧在后人的猜测中, 订阅瑞历史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,老子,首先第一位要说的就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,老子原名叫李尔,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影响了后世千年之久,老子可以说是自幼就展现了与众不同之处,他自幼就极其聪慧,完全不像一个孩子一样游玩, 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,就静静地坐在一处看书学习,年幼时候的老子在各个方面都有涉及,上至国家大势下至补挂他,都有涉及,经常让家中的仆役们给他讲国家发生的大事,看到老子如此的好学,家中长辈也很是欣慰,于是就专程为老子寻找了一位得高望重的老师,用来教导老子。 在有了老师之后,老子更加的好学了,每天在课下依旧会缠着老师询问,很快老子就学成了,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,最大的志向莫过于效忠朝堂,最开始的时候老子也是这样想的,可以说依照老子所拥有的才能,是应该在朝堂上得到重用的,但大家都知道,在朝堂上单单有能力是不够的。 老子性格中有着文人的傲骨,他不愿意虚与伪移,在进入朝堂不久之后,他就因为受到当朝的权贵世家的排挤,从而果断地选择离开朝堂,前往鲁国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子遇到了孔子,根据史书的记载。 老子是孔子的前辈,在两人相遇的时候,孔子还向老子请教,在返回国都后的老子再一次被朝廷征用,不过结果还是与上一次相似,不久之后老子又因为朝堂中的尔虞我诈被免官,在这之后老子再也没有踏足过朝堂,而是开始游学,在老子到达寒谷关的时候遇到一位好友,两人一见如故, 仅仅是第一次见面,就让他老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,此人正是尹玺,尹玺在遇到老子后,对老子的治国之道十分的感兴趣,他多次恳请老子能够留下了,最后老子将自己毕生的思想记录下来。 当然这也就是之后我们所言的《道德经》,写完这一本著作之后,老子就将它送给了尹玺,随后老子继续骑着自己的老牛一路向西, 但在这之后,对于老子的去向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,当时流传着许多种说法,当然其中最多人赞同的就是老子找了一个地方隐居了下来,当然对于这也有人提出异议。 另一种声音就是老子一路向西,最后走到了西域,在那里老子创建了佛教,后一直在传播道教的思想,当然还有人表示老子是成仙,毕竟老子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神圣的。 但确切的下落,始终都没有人能够拿出证据证明。 这件事也就一直是个谜,徐福,徐福出生在战国末年的狼牙地区,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,史书记载,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专虚大帝,也就是薛元皇帝的第三代后人。 所以说徐福的身上,也算是流淌着华夏民族最高贵的血脉。 除此之外,据说徐福在年少时,还曾经与鬼谷子有过一段师徒之缘。 不过和苏秦张仪,亦或是孙殡旁娟等人不一样的是,徐福既没有继承鬼谷子的纵横百合之术,也没有学习排兵布阵的谋略,而是跟随鬼谷子钻研起了长生修炼之术。 而且,这里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问题,如果说徐福遇到的鬼谷子和苏秦,张仪他们的师父都是同一个人的话,那么这个时候的鬼谷子至少也应该有二、三百岁了。 假如这个结论成立的话,那么鬼谷子似乎真的是一位长生不老的人物。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,至于徐福最后究竟有没有学到长生不老的先术?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考证,但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徐福的医术的确非常高超。 他从鬼谷子处下山之后,曾在江这一带玄乎济世,为百姓治疗瘟疫,而且还被当地人奉为神医,而这也恰好为他后来出海寻仙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,徐福所生活的年代,可以说是一个既平稳又动乱的特殊时期,刚刚统一不久的大秦帝国。 明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片安稳四海生平,但实际上帝国的根基尚未稳固,六国的残余势力始终都在暗流涌动,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。 而恰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一块巨大的陨石忽然从天而降,落在秦国的东郡地区。 天降陨石,在古时候本就是足以轰动天下的大势,预示着上天的某种预兆,再加上这块陨石上又刻下了七个大字,使皇帝死而递分。 如此一来,更是让原本就深信天命的秦始皇有了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。 于是为了阻止这个预言的应验,秦始皇开始在全国境内召集懂得炼丹之术的方式,为自己炼制能够长生不死的仙丹。 其实说起这件事情,很多人都会认为秦始皇此举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,以及对权力的贪婪,但是我们站在一个帝王的角度来看,就会发现秦始皇的真正意图应该是在逆天改命。 也许在他看来,只要自己不死,也就意味陨石上的预言就不会有变成现实的那一天,这样秦国的天下就能一直传承下去,天下的百姓也就不用再受战乱的煎熬。 毕竟他是亲自从横扫六国的乱世中走出来的,所以自然比谁都清楚,乱世中真正受苦受难的,永远都是那些底层的百姓,他所建立的帝国,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丰功伟绩,更重要的是结束那已经延续了数百年的乱世,所以说当时的秦始皇。 看似是为自己求长生,但实则在他心中背负的,是整个天下未来的命运,这样的想法,在我们今天看来,或许有些荒谬,但是在那个距离上古传说如此之近的年代,长生对秦始皇来说,似乎并不遥远,至少在他看来,并非没有任何希望。 然而,也正是在这次大规模召集方式的过程中,身为地方神医兼鬼谷子门徒的徐福,第一次来到了秦始皇的身边,由于他对药理十分了解,再加上曾经学习过修仙之术,所以当即被始皇帝任命为太医,不过此时的徐福说是太医。 但主要负责的事情,除了秦始皇的身体健康之外,还有炼药这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,然而,作为资深修炼者的徐福也深知,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能够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。 上古时期,宣元皇帝成龙飞升,早已是不可追寻的飘渺之士,但是与此同时,他也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,如果将实情告知秦始皇,以对方的残暴本性,定会觉得他抗旨不遵,最终难逃一死,可如果硬着头皮去练,到最后却拿不出丹药,结局依然还是难逃一死,这样的局面对于常人来说。 或许是一个必死之局,唯一的区别就是立刻就死,或者过两天再死,但是对于徐福来说,事情却并没有走上绝路,毕竟作为鬼谷子的清传弟子,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纵横游说之术,可到了保命的时候,也总归有一些看家的本事,于是徐福便找到秦始皇,非常郑重地告诉对方, 如果想要炼制长生不死的丹药,光靠这些普通的药材,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这些药草在名贵,也终究只是繁俗之物,预炼仙丹,必须得用仙药才行,秦始皇闻言之后,顿时喜出望外。 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靠谱的人,当即向他询问有关仙药的传说,这时候,徐福也非常隐晦地告诉秦始皇,说自己当初跟随鬼谷子学道之时,曾听闻在东海之外有三座仙山,生长着传说中的仙药, 其实关于这一点,徐福道也并不是空穴来风,因为在《山海经》和《列子》《汤问》这两部仙情古籍中,确实都有关于海外仙山与不死神药的记载, 而秦始皇当初大概也应该看到过这两本书中的内容,所以才会如此深信不疑,并且命人迅速打造船只。 让徐福带领着一队人马出海寻仙,其实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,我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怀疑,徐福出海的真实目的绝非为秦始皇寻求仙药,而是一次有目的的移民探索计划, 因为从公元前219年,公元前210年这段期间,徐福一共先后多次出海,而且还曾登陆日本海岸,拜访过当时的灵孝天皇,而对于始终找不到仙药的事实, 徐福也是多次找借口向秦始皇推托,第一次是说海中有骄鱼作怪,导致自己船队沉没,最终只有少数几人死里逃生。 回到了秦国,为了解决海上作乱的骄鱼,秦始皇不惜派遣军队出海作战,用弓箭射杀了一只巨大的怪鱼,第二次出海回归之后,徐福则对秦始皇宣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传说中的蓬莱仙山, 并且见到了山上的仙人,但是由于自己进献的贡品不够丰盛,故而仙人不肯赐仙药给他。 于是这一次,秦始皇便让人按照徐福所说的要求,为他准备了同男同女个三千名,以及各种植物和五谷的种子,还有大量的农耕用具,甚至还包括各行各业的工匠,也召集了数百名之多。 面对这样一个成分复杂,而且人数众多的远航船队,与其说是去海外寻仙求要,其实更像是一次装备齐全的大规模移民,或者说当时的徐福其实早就已经找到了一座适合生存的荒岛, 这一次就是要带着这些人和生存物资去那里安家落户,而后来的结局也果然就是这样,徐福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一路消失在了茫茫东海之上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 而跟他一同远去的那些人中,或许有前几次出海的同行者,但更多的还是那些被秦始皇一生令下召集过来的工匠。 以及懵懂无知的同男同女,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随着这些船只飘泊向何方,更不知道自己将会以这样的方式载入史册, 共同在史书中留下一句,得平原广泽,指望不来,而至于所谓的平原广泽,究竟在哪里? 有人说是日本,也有人说是东南亚的某个岛屿,甚至有人说是玛利亚海沟附近的某一个区域,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重要,而真正让人感到费解的是,身为横扫六国的千古一帝,秦始皇又怎么会被徐福用这么明显的方式? 一而再,再而三的欺骗呢,尤其是最后一次,徐福向他所要的各种资源,明显已经暴露了想要移民海外的真实意图,难道秦始皇真的看不出来吗?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,我们也许只有站在秦始皇的角度,才能看明白其中的真相,因为对于坐拥四海的始皇帝而言,徐福所要的这些东西,不过是大秦帝国的九牛一毛而已,即使对方真的实在欺骗他,就此一去不回,这个损失也并非不可承受, 但如果当时他因为自己的猜忌而将徐福杀掉,那么也就意味着自己所追求的长生不死 只不过是一个荒唐的闹剧,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,所以即使秦始皇明知徐福多半是在欺骗自己,他却依旧甘愿满足对方任何要求, 因为只要徐福还在寻仙求要的路上,那么自己就还能对长生不死这件事情保留最后一丝幻想和期待,而后来秦始皇在自己的地宫里设下用教育游之做成的长明灯,或许也正是在体现着他对徐福的等待和对长生的最后一点执念,西施,最后要说的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,西施,以一己之力成为月王勾剑, 殲灭吴王夫差最重要的王牌,她的一生也是极具辉煌的,一个女子担负起复国的重任,但这样绚烂的一位女子,最后也是下落不明,至今也是一个让后人议论纷纷的话题,西施被誉为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,对于她的容貌就不用说了,西施是春秋时期越国人,当时在吴越大战中,越国战败,越国为了能存活向吴国称臣, 但其实在勾剑的心中一直都有着一个复国的愿望,这种种不过就是权宜之计,勾剑为了自己的复国大业也是做了许多,针对夫差好色的这一性格,开始在整个越国寻找貌美的女子送给夫差。 西施虽然说是家境贫寒,诞生的一副好龙貌,在经过越王的训练之后,西施被送给了夫差,就像是勾剑所想的那样,在第一面见到西施后,夫差就被她的美貌所折服,对其宠爱有加,很快就成为了夫差最宠爱的一位女子,之后更是为了西施在建造管瓦阁。 自此西施进入后宫后可以说是六宫粉袋无颜色,夫差的眼中再也看不到其他人,之后更是荒废朝政,就为了与西施一起游玩,就在夫差荒废朝政的时候,勾建在韬光养晦,最后一举攻下吴国,但是在吴国亡国之后,西施的下落却不得而知了。 她的结局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,有的说在吴国亡国之后,她就与范利一起离开越国,去云游了,两人在民间做一对神仙眷侣,这也是说的最多的一种,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。 在这之后,也就出现了另一种说法,那就是在夫差生死吴国亡国之后,西施自议了,因为她自己一人使得吴国亡国,西施自觉对不起,夫差于是就自议了。 还有一种说法,则是吴国人痛恨西施于是就将她沉浆了,当然,无论是哪一种说法,都没有确切的史书来参考,都是后人们的想象。 其实,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,我们对于秦始皇的幻想和期待,固然可以理解,但同时也不可否认,所谓的长生不死,终归只是一个虚幻的妄念。 因为,无论是个人的命运,还是一个朝代的运势,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状态,历史的车轮始终都在向前推进,社会的规则也需要通过朝代的更迭来不断完善。 秦始皇不希望看到天下再度陷入分裂的混乱局面,从短期看也许是件好事,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说,秦朝末年的那一段乱世,其实也有它的具体作用。 和历史的必然性,而消失在茫茫东海之上的徐福等人,在某些程度上,或许也可以算作是避开历史进程的一个变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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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会议划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